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呢我想来做那个在澳门吃过的一道Bagaya这道菜 那后来呢我又跟一个葡萄牙的姑娘的妈妈学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做这个葡萄菜Bagaya 我现在是撒盐 我们的腌制的这个Cut的肉呢 我们还可以给他来点胡椒面 黑胡椒面 腌鱼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准备这个土豆 那我今天我买的土豆呢三四个不是很够 所以我就直接去花园里面挖了两个大的 这种土豆呢是可以连皮吃的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把它切成块 就是大概切成这样的大小就好了 切好之后呢我们把它放水里煮大概二十分钟 不要煮的太烂 就是你用筷子一搓能很容易搓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准备洋葱 其实我是想要一个的 但是现在我只剩半个 所以我就用半个的洋葱 半个黄色的红椒 半个红椒 半个红椒半个黄椒 把它切成跟土豆大小的块 蔬菜部分我们准备好 我们准备调料部分 我要比较多的那个蒜 所以之前我们说可以用smash的方法来弄这个蒜 就是这样 杯子就是这样 smash 现在我们来处理这个cut 这个柴鱼 一般呢腌我都是会腌两个小时用比较咸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厨房布把它吸干 把多余的盐分去掉 有时候实在太咸 你可以用牛奶泡一泡 把那个盐味泡出来 这道菜的味道就是这个鱼的咸味和橄榄的咸味 传导到那个土豆里面 现在我们也是把它切成刚才的那个块的大小 就是洋葱块和 好 现在我们把这些材料 一般我会先把蒜 扁香 蒜和洋葱可以先放 翻炒 建设加入鱼肉啊 红椒啊 黄椒啊 这些材料 现在鱼肉 红椒 黄椒 洋葱和大蒜都已经加入了 就慢慢就点炒至 有点焦黄 我们就可以了 这时候来看一下土豆 你能够用一根牙签可以把它搓进去 就是应该是好的了 所以我们关火 扁草的部分呢 我觉得也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倒一些咸橄榄出来 一般我会把它切碎 这样就不会那么咸 所以你就把这些咸橄榄和咸辣椒切碎一点点 橄榄油是这道菜的灵魂 所以我要加挺多的橄榄油 把煮好的土豆捞出来 刚才炒好的东西倒进去 洋葱 黄椒 红椒 然后再加橄榄碎 再加很多的胡椒 黑胡椒 可以稍微拌匀一下 三百五十度 三百五十度 二十五分钟 这个是三百五十度烤了二十五分钟的 加一点点那个香菜 一般是加西芹 但是我没有 所以我就加香菜 再去boil一下 让它颜色看起来更好看一点点 然后我过来的时候呢 我大概是用 低温 两到三分钟 上面 boil了三分钟之后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 味道呢 我刚才试了一下 咸甜已经挺适中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不耽 camb 不耽 camb 把